有孟露这种好姐妹 我慕了 自己即将嫁富豪 就赶忙帮姐妹也物色一个 快艾特尼娜 只会干饭的姐妹来学学 孟露和罗西 不仅是舞台上的好伙伴 也是生活中的好姐妹 演出结束后 孟露就让管家 请男友艾斯到化妆间来 罗西问她干嘛这么着急 原来孟露在舞台上 发现艾斯口袋鼓鼓的 肯定是给她带了礼物 孟露已经迫不及待 艾斯进来后 果然如孟露所料 艾斯送给她一枚超大钻截 并且他们也宣布了好消息 两人决定去欧洲结婚 话说一半 艾斯的父亲就打电话来 她只能先行离开 原来艾斯的父亲 并不同意这门亲事 罗西要孟露做好打算 但孟露决定不管怎样 她都会坐上去法国的轮船 如果艾斯不去找她 她就不回来了 第二天两位大漂亮 在众人惊艳的目光中登船 与此同时 受艾斯父亲之托的侦探 也坐上轮船 她的工作是观察孟露 是否合格成为艾斯的妻子 在船上遇见一对奥运选手 罗西很快被吸引 跟年轻小伙子们打成一团 而孟露和男友 则在依依不舍地道别 艾斯太知道女友的漂亮 她一再交代孟露 让她小心行事 如果婚事弄砸 她也没有办法 随后还留下礼物和钱 轮船开动后 孟露研究起了乘客名单 自己已经有了好的归宿 她要为罗西找一个富豪 罗西在这方面不看重钱 罗西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说 说得好有道理 可能罗西也无法反驳 于是起身离开了 孟露看中了乘客中的 亨利·史巴佛先生 他们家族的财富 相当于一个州 于是孟露去找服务员 让她把自己和史巴佛先生 安排在一起用餐 别人眼里普通的老头 在孟露眼中是这样的 因为她刚刚听见 老头说自己有一座钻石矿 她最喜欢的就是钻石 于是上前跟老头共舞 他们走后 侦探上前跟罗西搭讪 还无意透露出自己很有钱 却没想到对方 就是不爱有钱人 但侦探幽默地言谈 三两句话就把场子找回 孟露一舞结束回到座位 没多久老头的太太就出现 并且全身上下 都是闪闪发光的钻石 孟露的眼睛也发光了 对着她一顿彩虹皮 太太还拿出自己的最爱 一顶箱满钻石的皇冠 还慷慨地给孟露试带 直到老头他们离开 孟露还一游未尽 晚宴时刻 两姐妹在万众瞩目下闪亮登场 孟露按照计划坐在 十八佛先生的那桌 孟露交代罗可 要多跟十八佛先生接触 给人留下好印象 但没想到十八佛先生 竟然是个小屁孩 这场面她确实没想到 孟露惊呆地瞪大了双眼 罗西则绕着弯地说 小孩不够成熟 罗西则看了孟那一眼 饭后孟露在酒会跳舞 而罗可则和侦探单独相处 两人都互生好感 第二天罗西发现侦探 在窗户口偷拍 等她凑上前去看 发现只有孟露和老头在房间 聪明地她怀疑对方是侦探 于是跟孟露计划 把照片拿回来 计划 罗西去跟侦探约会 而孟露则前进房间寻找 但一无所获 计划必把人带到他们的房间 先开高暖气 再往侦探酒里加点东西 她一人两人就扒下衣服 但口袋里依然什么都没有 那只能拔裤子了 罗西故意拔水 倒在侦探裤子上 两人罢满把裤子扯下 这下终于找到照片 没有了后顾之忧 于是孟露把这事告知老头 以此邀功 希望能得到钻石皇冠 抵挡不住孟露的甜言秘语 老头真把皇冠送给了她 但没想到 螳螂补偿皇却在后 孟露和老头走后 侦探冒了出来 原来她找不下窃听器 刚刚孟露的话全被录下 侦探还没来得及离开 就撞见回来的罗可 被抓了个正着 侦探也不再藏着掖着 但她表示自己 除了有钱是骗她之外 跟罗西的相处都是真心的 还吻了罗西才离开 孟露问她为什么敢站着 让侦探问 如何嫁给百万富翁 来看看孟露是怎么做的 两人如约到达法国 第一件事就去买买买 载着满车的东西去到酒店 却被带入一个小房间 里面有侦探 钻石老头的太太 和她请的律师 太太说孟露偷了自己的皇冠 罗西第一时间维护姐妹 说孟露不会做这样的事 可看她支支吾吾的表情 看来皇冠真在她那 孟露说是老头送自己的 可老头不敢得罪太太 于是说自己不知情 而且即将前往非洲 现在他们无法在酒店休息 因为侦探把一切告知艾斯 他不愿意为孟露买单 于是两人流落街头 不过幸好还有一门本事 他们在法国的剧场演出 艾斯穿越大西洋来找孟露 希望能和她谈谈 但孟露的阴阳怪气 并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 唯恐天下不乱的罗西 则建议艾斯去看孟露的演出 也就是很有名的 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看完演出的艾斯差点原地爆炸 而后台的孟露却担心自己是不是太过 毕竟她是真心爱艾斯 有钱又温柔 愿意永远认输的男人 谁能不爱呢 但来不及想爱不爱的事 就有警察追了过来 虽然不舍孟露也得把皇冠交出 可没想到东西不见了 罗西让孟露稳住艾斯 那是她最后的救命稻草 而自己冒充孟露去了法庭 律师怀疑她的身份 为了不暴露罗西大意意托 跳起了五大闹法庭 但侦探在机场接到艾斯父亲 自己已经爱上她 得到这个答案侦探当场辞职 还帮他们把老头带到法庭 找回了丢失的皇冠 这是解决完 艾斯的父亲依然不同意 两人的婚事 孟露表示有钱的男人 和漂亮的女人是一样的 男人不会因为女人漂亮娶她 但那也是其中之一的原因 艾斯父亲说孟露很聪明 孟露表示自己一直聪明 只是男人不喜欢这样 除了艾斯 她会欣赏自己的聪明 就这样靠着孟露的巧嘴 她和姐妹罗西 一起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嫁给了自己爱的人 虽说本片被划分在喜剧爱情内 但我觉得友情在里面 分量显得更重 不管是孟露 希望罗西嫁个好人家 获得幸福 还是罗西为了保全姐妹 上法庭并且大闹法庭 这都体现了两个女孩之间 深厚的情侣 有这样的姐妹 还一起获得幸福 也是此生无憾了